请看到我们的第八页 所以很奇怪 这个一开始居然不是第一页 是第八页 可见前面这个课本 前面的废话太多了 来吧 我们第一章这边的话呢 它的名称叫做 中文名称叫做线性规划 叫线性规划 那这几个字呢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的英文翻译过来 它的这个英文就叫做linear 所以它就直接按照它的字面上的意思 去做一个翻译 那这个性情规划呢 老师昨天讲过 它的概念上就是一种计划 你要根据我们直线的特性 去做一个计划就对 所以像这边 一开始他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相信每个人都看得懂 每个同学 他可能到最后要算总成绩的时候 会有平时成绩 会有什么断考成绩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已经念到高三了 我想这个不用老师讲 一定都很清楚 成绩怎么算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会有所谓的平时成绩 会有所谓的断考成绩 那当然断考成绩 那当然它就是会有三种 对不对 它就会有三次断考 那因为有些科目可能是两次断考 也有科目可能一次断考 所以这个比重上面 什么30跟70 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每个同学就去做比较 就去做比较 那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有点类似在做我们的 先进规划的一个部分 然后像他这边讲说 已知某一个同学 平时成绩加断考成绩呢 不会超过150分 那么这样这个学期的成绩 可能会是几分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 可以从你目前的状况 去做一个预测 去做一个推测 那当然这个例子 现在看起来简单 它就是在讲考试成绩 对不对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没什么 就是还蛮平常的 因为跟你们的生活经验 很接近 那但是老师昨天讲过 就是这个 心境规划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从什么来的 它大概是100年前 从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军它的一个 希特勒他们当时要去打仗 要跟很多国家打仗 因为他就抢人家的东西 没有食物就是去抢食物 没有这个石油就抢石油 这样 所以当时他们 也做了类似这个表 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譬如说 今天假设我们在左边 这个人的部分 我们就换成 譬如说这个 大概写几个字 就是譬如说 这个小儒 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 他可能就是 譬如说他是苏俄好的 我们就写一个字就好了 他可能是俄国 不是那个饥饿的俄 我最近刚好 那个乌克兰跟 苏俄也确实在那边 要准备打仗了 来找到 假设这个小儒 这个人他是俄国 我们就用一个字都再表 然后这个小伟 他很可能就是谁 他很可能是法国好了 他可能是法国 这个小义 他可能是谁 他可能就是 譬如说是 譬如说是英国好了 这样子 不是这个音 那所以 这个表格 我们把左边的人的名字 通通改成是国家的时候 那这个上面 会变成什么 这个上面 譬如说平时成绩 我们可以放什么东西 这平时成绩 我们就可以去放他的 譬如说我们放他的大炮 这个断考成绩 譬如说我们来放一个什么 我们就来放一个叫做 这个战车 坦克好了 坦克好了 这样子 那当然到后面 可能这个 可以放第三个栏位 第三个栏位 譬如说我们可以放 我们的这个 飞机 我们的战斗机 什么的 诸如此类 所以老师讲这个例子 就是说 同样的这个表格 我们左边如果放的是 国家的名称 某一个国家 俄国 法国 英国 对不对 那上面这一排 我们放的是 大炮的这个 有数量多少 坦克车的数量有多少 飞机的数量有多少 以此类推 看看你还要比什么 也许你还要比你的 这个游击队 或者是 这个陆军的人数 或者是空军的人数 或者是 空城两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 每一个国家的 不同的一个武器 去做一个统计 去做一个推测之后 那当时呢 大家想想看 在1937年 那个时候 二次大战开始 对不对 所以 希特勒就请 这个聪明的 这个日耳曼民族 这个 他们很多科学家 数学家 就来做一个计划 就是说 不同国家 他们的不同的武器的数量 有的不同吗 对不对 因为像飞机 有可能还有分 轰炸机 或者是什么 什么 那个战斗机 或者运输机之类的 而且坦克也分成什么 重型的跟轻型的 他有的这个炮的那个 口径比较大的 他就比较重 他有的可能是比较轻型的 跑得比较快 但他的炮可能就比较 口径比较小 杀伤力比较小 所以你可以根据 不同国家的 不同的武器 去做一个计算 计算出来要干什么 就要告诉希特勒说 好 报告统帅 我们 这个预估 判断起来 目前可能 假设 老师打个购 法国可能 他的力量 比较差一点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先 用比较多的兵力 去打法国 把法国干掉 把法国持下来 那英国呢 毕竟隔着一个海 对不对 要抬有这个军舰的问题 那俄国呢 他蛮大的 而且又离欧洲比较远 所以为什么在当时 二次大战初起的时候 这个德军 他的一个战术 就是这样子 他往西边 把法国先持下来 然后呢 北边的话 他去打俄国 那但是打俄国 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路太远 结果呢 他的补给有问题 然后俄国冬天 又非常的冷 下雪 对不对 非常的寒冷 结果他当时 他评估是可以 把俄国吃起来 但是呢 在这个 这个运输食物的补给上面 还有你要用这些武器 大炮 坦克 对不对 飞机 你要用石油 用这个燃料 这个补给上面 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本来刚开始 这个希特勒 打俄国的时候 是很 也是打得很顺 就是 这个打得不错 但后来呢 时间一脱长的时候 就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当时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说 在将近一百年前 那个时候 1937年 现在2022 对不对 快快一百年前 当时他们在打仗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一种 科学的数据 去做一些计算 去做一些评估 来告诉 这个也许是 最高统帅 或者是 这个什么 一些参谋啊 什么的 这些人说 我们的军队 要怎么样来运用 因为毕竟 当然说 你这个德国 这个侵略者 他当然 他去侵略别人 他是不对的 但是 他的人数 也就一个有限的人 他也不是 非常非常多人 那你怎么样 利用有限的人数 和利用自己本身的 一些坦克的优势 或者是大炮的优势 先打掉什么国家 然后再去打掉 什么国家 所以 当时确实 如果大家在念历史的话 应该知道 1937年那时候 开始的二次大战 刚开始 德国是 他确实在 在欧洲大陆上 是蛮厉害的 这个秋风扫落叶一样 英国他为什么 后来没有什么事情 他就是因为 隔着一个英基利海峡 德国他的这个 算是那个什么 船那个叫什么东西 那个军舰 德国军舰没有英国那么多 而且可能性能上 也没有英国那么好 所以德国只能靠飞机 去轰炸伦敦 他的拼命炸伦敦 炸到后来其实 后来也没有怎么样 他始终 他没办法过海 去打英国 所以英国就靠着 这个英基利海峡 有点类似像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对不对 台湾跟中国关系 中间就是有一个 台湾海峡 对不对 所以 就暂时的 可能两边 喊话喊一喊 就说 你这个 这个 不可以台独 你又怎样 但是你说 真的要打仗 还是有点困 所以 但是德国 他本身是在 那个欧洲大陆上面 所以跟他靠在一起的 法国 或者是什么 荷兰啊 什么卢森堡 那些 甚至在远一点的 西班牙 葡萄牙 往南边的 南斯拉夫 对不对 南斯拉夫那边是意大利 他本身又在 跟德国一起 打嘛 对不对 所以确实 德国刚开始 在二四大战的时候 是打得不错 打得不错 那么 所以类似像这个例子 所以老师 为什么讲说 现金规划 这个科目也好 这个项目也好 它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 它有一个历史背景 那当然我们也讲说 现阶段 很抱歉 现阶段已经 暂时不打仗了 虽然说目前 喊得最辛苦的 就是俄国跟乌克兰 对不对 但老师 好像昨天看新闻 那个俄国的 那个总统普丁 他也宣布说 我们这个坦克车 有一部分的部队 演习结束 稍微后撤吧 稍微撤退一点 所以确实有一部分的 那个苏俄的军队 已经有一些撤退的动作 那所以看起来 好像又没有那么紧张 不像前两天 是已经摆好的 这边摆在这边 东边西边摆好 然后你就是那个 坦克车的那个 那个炮都已经对战那边 真的是 如果任何一边 也许 这个一紧张 也许下错一个命令 或者是 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一紧张 可能不小心 按到什么键 把这个 炮打出去的话 或者是把这个 这个车子开了 往前冲的话 那真的就会造成一些困扰 这叫做 这个失守 然后就会 一触即发的感觉 不过好像 今天吧 今天我看一下新闻 好像又还好 所以 这个国际局势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 这个表格 类似像这个表格 我们如果像 同学们到时候 你们去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就讲过 就是说 可能左边的这个人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是A公司 就变成是B公司 就变成是C公司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就变成什么 A公司的 譬如说 他卖了一个 什么样的产品 然后他又卖了 另外一个产品 他可能又卖了 一个什么产品 我们用不同的形状 代表不同的产品 所以ABC公司 他可能都会卖一些 产品 A产品 B产品 C产品之类的 那可能刚好你的公司 也跟他们有一些重叠的 是卖类似的产品 那你要怎么样 去判断说 谁卖的东西是比较好 虽然说大家都认为 一定认为自己卖的最好 但是有时候 真的要看看别人 想想自己 所以 为什么讲说商场如战场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现阶段 可能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在打仗的情况之下 做生意其实就像在打仗 我相信我们在座同学 有一些同学的爸爸妈妈 这个开工厂 开公司 一定这几年 一定感受很深 尤其 一个新冠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 一些传统产业 可能甚至就倒闭了 就关门了 但相对的 也有某一些产业 因为新冠疫情 而 非常的旺 而非常的旺 我相信大家 如果看一下新闻 就知道 卖那个晶片 那个cheat的 那个晶片的 就这两年赚的非常多 为什么 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switch 对不对 日本任天堂的那台switch 老师家里有两台 我跟那个太太一人一台 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们会买这个 为什么你们会买 对不对 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就在家里 你也不能 政府规定说 不要出门 这个有病菌 什么的 传染 群聚 造成困扰 所以大家都 待在家里 那大家家里干什么 当然就可能 除了上课之外 除了休闲之外 大概就是做一些娱乐活动 这个很正常 这很正常 所以像日本的 这个Nintendo的 这个switch 过去一整年 甚至两年 它的业绩 整个是 非常的旺 旺到甚至都卖到缺货 甚至卖到缺货 对不对 那所以它就 所以 那那个什么一些晶片 或者是像台积电 做的那个晶圆 为什么也是非常的旺 就是这样子 很多国家都需要 台积电的晶圆 做出来的那个chip 切好之后 去放在它的机器里面 好像目前各国呢 也都在推了环保 说希望减少用石油 我们要爱护地球 对不对 减碳爱护地球 所以 开了汽车 开始要做电动车 也蛮多的车厂都宣布 现在是2022年 对不对 2025 它有的车厂就宣布 2030 他们这个车 这个厂牌的车子 就完全不出汽油车 全部出电动车 那包含了一些大厂牌 V开头的 什么V开头的 好几个大厂牌 都这么宣布 那你大家想一想 你要开电动车 很好 它很环保 但电动车 它为什么是叫电动车 因为它就是要靠电 然后要靠晶片感应 做很多的sensor 去做一些 里面的这个 这个使用 所以一辆电动车 它所需要的晶片 是非常的 量是非常的多 所以为什么 这两年台积电 台湾的台积电 也非常的赚钱 就是这样子 甚至还被勒索 说你们 那个 台湾可以缺电 但是这个电 不可以让台积电缺 就类似 就是说 台积电不可以停工就对 一停工 大概其他的国家 就很惨 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 在疫情之下 你会发现 有一些 产业 它真的就被淘汰 就被 整个就裁员 就关门 就整个就 很凄惨 但是有的产业 反而一支毒秀 就非常的旺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一个 时代在造英雄 我想就是说 不过还好看 目前看起来 我们的疫情 应该是比较 慢慢慢慢 目前很多国家 都开始都open的 就是说 即便每天的确诊的数量 还是有个好几万人 但它还是这样是open的 他就说 甚至很多国家 已经开始宣布说 3月1号开始 你要不要戴口罩 随便你 然后呢 那个什么 要少什么绿色通行 也不用少了 然后呢 这个 我们政府也不再去统计说 每天的确诊人数 有什么几万人 他们都不统计 为什么 因为可能这个国家 已经80% 90%的人口 都已经打了疫苗 那即便 那即便他染到的病菌 那么也是比较轻症 甚至无症状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觉得说 你自己在家里休息 然后呢 这个像我们的 得了感冒那种感觉 去面对就可以了 所以我想 这个是一个趋势 真的 如同当初 一开始 新冠疫情流行 流行的时候 就有这个 科学家或者是医生 他们就判断说 应该大概两到三年 会有一个流行期 然后大概就 会会过去 那也跟当初 1911年那个时候的 西班牙大流感 蛮类似的 西班牙大流感 刚好距离我们 差不多110年前的时候 那也是流行的 差不多两到三年左右 确实死了很多人 那当时还没有疫苗 大家要这样想 一百多年前 那时候真的只有口罩而已 没有疫苗 那个时候真的 医学还没有那么 现在那么发达 对不对 但是呢 自然而然的 很多人得了之后 其实就类似 有一个自然的抗体 自然的抗体这样子 所以我想 真的我们 应该啦 我想这个 像我们这样子上课的情况 应该 快要结束了 快要结束了 你们可以回来 需要正常上课 那当然六月份 就可以正常的毕业 正常的毕业 来 所以我们 刚好 现在上的这个第一章 这个先进规划老师 刚才讲的一些例子 就是说 从一百年前 大概将近一百年前 那时候的 因为战争的需求 造成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 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的话 这个所谓的 先进规划的这个单元 它一直还是在被使用 它一直还是在被使用的 它并不是说 因为当时打仗用完了之后呢 就把它丢掉了 并不会这样子 因为如果真的把它丢掉了 那你们现在 也就不会学到这个单元 如果只是当时 暂时性的使用的话 我们现在就不用学这个单元 来 那么 我们就开始来看 我们的这个 进度的部分 那当然进度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 先从一些基本的 去做一些复习 哇 家好怎么又跑进来 家好是掉线 是不是 怎么突然跑进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会先把高一 所上过的一些东西 做复习 因为我们 现金规划老师讲过 就是说 它是利用我们的 直线的一些图形 不管包含的方程式 或者是不等式 去做一些讨论 做一些计算 所以一开始 为了怕同学们 忘记了 学到高三 可能又把高一的忘了 所以我们就先把 跟直线有关的一些东西 在现金规划 这边会用到的 把它做个很快的复习 做很快复习 所以第一个 讲到的就是叫做 平行直线系 平行直线系 那平行直线系的话呢 它的重点是什么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当然就是平行 这两个字 对不对 平行这两个字 有话转 那平行的直线 对不对 平行的直线 我们在高一的时候 就曾经强调过 直线 本身一条直线 大概没有 没有什么好讲 平行 没有什么垂直 因为要讨论 平行跟垂直 一定是两条线以上 两条线 互相之间去做比较 甚至三条线 也可以讨论 四条线也讨论 如果单独一条线 是没有什么好讨论 所以今天如果两条线 三条线之间 我们去探讨 它发生了一个事情 叫做平行 发生一个事情 叫平行 那第一句话 这边请注意到 这个我相信 以前高一讲到的时候 一定会请你们 要背起来 就是凡是直线 是平行的状况的时候 它们的斜率 就会怎么样 相等 它们的斜率 就会相等 那所以 反过来 这就要把颠倒讲 斜率相等的 两相亿直线 它也是平行 它也是平行 就是说 如果已知某一条线 它的斜率是2 另外一条线 它的斜率也是2 那即便我们没有看到 这两条直线的 具体的方程式的 那个数字 但是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真的把它们 画出来 画出来 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这两条线之间 一定会发生一个 平行的一个效果 好 平行的一个效果 大概就是第一个 要先复习的是这个东西 那斜率怎么找 我不知道同学 还记不记得 这个斜率有三个公司 上到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的斜率 会有三个公司 大家想一下 你们自己应该 我就不问了 应该找一个同学 来问一问说 还记不记得 斜率公司是什么东西 因为斜率公司 我们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 会有用点坐标找的 还有用方程式的系数找的 还有用角度找的 所以在高中范围 我们讲到的斜率这个东西 斜率这两个字 它是有三个公式的 所以请同学要记得 回忆一下 今天我刚刚讲过 我就不点名问了 应该问一下 但是又怕浪费时间 所以要早实现的斜率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斜率有三个公式 如果忘记同学 麻烦你可能回去把 不管是Google 或者是看一下 以前的第一册的课本 大概可以有三个公式 那有两个 至少很重要 就是利用坐标的 跟利用方程式系数的 这两个是最常用到 用斜角 Tangent sheet 那个比较少用到 比较少用到 来再来的话就是说 也讲到了图形 介绍完高益的时候 也介绍到平移 平移的部分 不要忘了 看到平移两个字 会想到什么 它就是叫做 所谓的平行移动 所以请注意 平移这两个字 就是叫做平行移动的缩写 叫做平移 什么叫平行移动 就代表说 像我们这边图一 不是有三条线 是平行 对不对 所以你在动来动去的时候 你就只能够顺着 它们平行的方向 去做移动 顺着平行的方向 去做移动 那这样子会有什么结果 就是后面所写的 改变了位置 不会改变斜率 当我们在做平移的时候 这些线的位置会改变 注意位置什么东西 位置就location 它本来可能在左边 可能移动到右边 本来在比较偏右上角 把它移动到偏左下角 动来动去之后 斜率不会改变 这样叫做什么 平移 那不要忘了我们讲平移 并不是只有直线会平移 我们在高一高 讲过的所有的图形 包含了sign口线的图形 包含log的图形 包含了什么圆形 这个各种各样 只要是函数的图形 function的图形 都可以去讨论它的平移 所以这个地方请注意 平移它是一个动作 凡是我们把一个图形 画在我们的做法平面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对它去做一个 平移这个动作 那我们就要去注意 当我们做了平移之后 可能有的东西会改变 可是呢 有的东西又不会改变 这个会改变跟不会改变 就是我们在认识这个东西 在学习这个单元的时候 要去注意的 要去注意的 所以以这个地方来讲 直线平移 只是改变了位置 不会改变斜率 所以老师刚刚讲说 今天目前的这三条线 对不对 左边高一点 右边低一点 所以我今天如果把这条线 又往左边移动 譬如说移动到最左边这边来 它还是左边高一点 右边低一点 但它从我们的画面的中间 移到了左边 这样子的一个移动 就叫做平移 我如果把这个打勾的这条线 我再移动到画面最右边 诶 一样保持左边高右边低的情况之下 它还是 一个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线段的样子 那所以这个动作就是做平移 就要平移 所以平移这个动作 或者说这个名称 大家一定要记得 因为未来你们那个 念商学院的时候 一定会念到经济学 一定会念到一些什么财务管理 一定会念到一些图表的讨论 那么念到那些图表的讨论的时候 就会用到平移这个东西 到时候你们就会说 比如举例来讲 你们这个 可能那个问题是 目前是2月嘛 对不对 所以好 那就去年 今天有一个东西 它在去年2021年的下半年 它卖的情况怎么样 它获利多少 它可能会有一个图形出来 那所以依照这个图形 我们再来推估说 今年2022年的1到6月 半年对半年嘛 对不对 时间要一样 你不能说 拿上半年的这个资料来比 下面只比三个月 这样子就 那个立足点不平等 所以你的时间要抓一样长 因为我一样 用六个月来做推估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按照 它原来的那个曲线 产生一个平移的效果 那么这样子 我大概可以猜到 今年的6月份 我们会赚多少钱 所以在讨论这种东西的时候 就会用到平移这个观念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我们的这个数学的这一些 不管说是名称也好 或者是说一些动作也好 未来可能你们的 上课的内容里面都会提到 那到时候 你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以后不管你们再念 这些商学院的科目 什么统计学 什么经济学 什么财务管理 什么货币 保险 什么金融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 商业的这一些科目 很多很多 那当然它有各自的一些规定 各自的一些名词的认识 各自的一些内容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只要是里面提到 数学的方程式 equation的部分 不管它是 也许是直线方程式 也许是什么二次函数 对不对 ax平方加bx加c的那一种 也许是sinxcosx 这个叫做三角函数 也许是logx 也许是什么 2的5次方 2的x次方 什么3的x次方 这个指数函数 基本上只要是用到数学的 这些方程式 或者是不等式 把等号加上大语 就变不等式 不要忘记了 用到数学的部分 还是一样会依照 数学的规定 数学的运算的规则来做 老师讲这意思就是说 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直线平移改变直线的位置 不会改变邪率 今天这句话不可能说 假设到经济学的时候 某一个消费的直线 平移之后 它变成不会改变位置 然后反而只是改变邪率 不可能这样 大家懂不懂 就是说 我们数学的这些条件 或者说这些性质 数学上面讲到什么 那你今天某一个科目 把数学的这些东西 拿过去使用的时候 还是按照数学的规则 去做讨论 不可能因为 你是经济学 或者是你是什么货币学 然后你什么期货 你什么保险 结果我们数学的 这些规则就变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这个不是说 老师自己在吹牛 而是说 数学就是数学 你任何的这些经济学家 他们为什么可以 做出一套很完整的理论 因为他用了 正确的数学的一些 模型model 或者是一些方程式 一些equation 或者是一些理论 或者一些定理 什么的 今天任何一个经济学家 他如果用了一个 错误的数学的规则 或者是什么公式 他的那个paper 绝对是会 会被退件 会被reject掉 这个你可以放心 因为 我们不太可能说 某一个科目 他可以把数学的 一个过程 或者说一个公式 去把它否定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要把 该学的数学 要把它学好 不是老师一直跟你们讲说 数学很重要 数学很重要 而是说 相对的每个同学 你未来上大学之后 会遇到的数学 一定是不同的 有人数学可能会念的多一点 今天假设有人 刚好念到统计学 可能念的多一点 统计学里面 数学就真的比较多 真的比较多 你们以后要小心一点 那么 当然 自然组同学 他们念的会更多 但是不可能 像以自然组来讲 他会念到什么 电学 力学 什么应用力学 或者是什么 各种各样流体力学 不可能说 在流体力学的时候 我们数学的公式就变了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特别注意 所以 把该学的把它学好 把该学的把它学好 这样子 那个 以后 遇到的时候 才不会 看不懂 或者是说 搞不清楚 在讲什么东西 这样子 来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的这个 我们把那个 画了太多线 把它涂掉 就是 来 所以下面还有一句话 我们叫什么呢 这样子 直线平以后 会得到一组 相互相平行的直线 我们就把它叫做 平行直线系 就把它叫做 平行直线系 这个东西 把它叫做平行直线系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系的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吗 系这个字 如果你们看英文版的课本的话 系这个字 它其实就是用 Family来写 所以 平行是一个状态 对不对 那直线就是这个主词 有一群直线 他们之间彼此是平行 那他们呢 成了一家人 Family是一家人 就叫做系 叫做我们 名称上就把它翻译成 叫做平行的直线系 其实它就代表是 这一家人的特性都很像 我相信大家一定懂这个意思 通常一家人走出来 爸爸妈妈带着孩子 两个三个 你们猛一看 就会发现说 他们可能眼睛看起来很像 或者是可能下巴看起来很像 之类的 那么平行直线系 也就类似像这样子 就说这一群直线 他们彼此之间的特性 就是会互相平行 会互相平行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叫做所谓的平行直线系 所谓的平行直线系 这样大家懂的时候 来 所以这个只是名称 名称我们认识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大概就是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 那个 进度的那个什么 立体的部分 我们看到立体的部分 来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第一页这边 我们是把一些名称做个介绍 我们看到第九页这边的立体一 立体一这个其实以前都讲过的 你会看到说 这个其实不会很困难 这是以前都讲过的东西 它在讲什么东西 我们看到立体一这边 如果有一个L0 它的方程式是A-Y等于0 例如我们现在图形2这里 大家看到右边图形2这边 蓝色的线就是 A-Y等于0 A-Y等于0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 怎么样画直线不要忘记的 给我们一个方程式A-Y等于0 说请你把它画出来在什么地方 原则上你就记得 画直线是用两个点坐标来画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0来画 那当然因为A-Y等于0 所以它会通过原点00 那我们就另外找一个 譬如说1-1也是0 然后就找一个00 找一个11 两个点画起来 就可以画出来就对了 所以这个很快 顺便复习一下 这是以前一年级讲过的 好那它现在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 将L0呢 我们把它画个注迹就是 将这个L0呢 它说 向右边 平移一个单位 两个单位 三个单位 会找到L1 L2 L3 三条线 那它说呢 把它画出来 把它画出来 那所以这时候 这时候 以X-Y等于0为准 向右平移 譬如说第一个 向右平移一个单位 平移一个单位就好 对不对 平移一个单位就好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 怎么想 原则上 直线反正它就是 找一个点来做一个基准点 所以这时候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就像老师 现在把圆点画起来 我们以圆点为准 你可以把它想成说 这个蓝线 它就是想成 看似一条棍子也好 或者是一个 一只筷子也可以 或者一只饼 就抓着圆点这个点 把它移动到右边这边来 注意它说 移动一个单位 对不对 所以就把移动到这边来 所以从00 是不是就移动到了 10这个点 从00 就移动到了10这个点 那么移动到10之后 移动到10之后 那你不要忘了 它是整体一起移过来 我们刚刚强调过 做平移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形状 它的样子不会改变 只是它的location 它的位置改变 所以我们以00为准的时候 往右边移动过来 那本身这条直线 如果都不改变的话 老师很快地画一下 大概就会像这个样子 就会像我现在所画的这条红色的线一样 会通过 10这个点 保持形状不变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一整条蓝线都往右边移动到红线的位置 这样子动作叫做平移 而且是平移的什么 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就好 等下今天时间 这一节时间可能来不及做完三个 我们就先做一个就好 剩两分钟 来所以 以原点为准 往右边一个 一格叫做平移一个单位 然后照着它原来的样子 把它画起来 产生了一条新的线 当然这条线 我们在课本上面是画绿色的 当然老师这边画的是红色 那么这样子所产生的线 就是叫做什么 平移一个单位之后 所得到的平行线 跟谁平行 跟L0平行 跟L0平行 好那他现在问题就是要问说 画出来之后 再怎么样找它的方程式 所以现在第一个动作 我们已经画完了 那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我们就要去找到说 你这条红色方程式是 那这个方程式的题目是什么 那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 你要从X-Y等于0 去产生这条红色线的方程式 那怎么做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说 你从00平移到这个点就是谁 这个点我们很快写下 它就是多少 就是10 这时候这个点就是10 来1够点 0 所以就变成说 依照X-Y等于0 它的斜率是正1 不要忘记 斜率小M等于正1 有小M等正1 然后我00移动到一个单位 过来是10 所以利用10跟斜率正1 我们就可以做高一讲过的 叫做点斜式的那个式子 点斜式的那个式子 就可以找到 我们平移之后所得到的 这条红色方程式呢 它的方程式是谁 我们看到下面这边 所以注意哦 怎么找这个方法 以前高一都讲过 就是用点坐标 跟我们的斜率 去做点斜式 来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下面这里 过10 而且斜率为1的直线 就会找到X-Y等于1 注意这个怎么找 就是用点斜式去做 所以很快的回顾三个字 如果点斜式忘记的同学 拜托拜托拜托 一定要记得这个公司很重要 这个是 所以麻烦你回忆一下 什么叫做点斜式 利用点坐标和斜率 就可以找出来 这条直线方程式是A-Y等于1 这样大家懂吗 所以这个动作 大家自己去找一下 我们只是跟你解释一下 说这样子来产生 这条方程式就对了 这样这样方程就对了 那L2跟L3也是相同的道理 来注意哦 我们现在快要被切掉了 所以